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梁仲恒 今天又有我和两位主持Simon和Zosef 和大家录制新一年最新一集的《长海经自由港》这个节目 新的一集,新的一年 其实大家都可能连尾到年头 我数数都看到很多大行的报告 预测什么,预测什么 什么大阅言都会出来的 上年我都玩过同一个游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里 都写了一些我自己觉得金融世界的五大预言 预测全部都中的 今年我2023年又想玩同一个游戏 我和两位拍档一起去做一些预言 看看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会有多少预言得中 两位拍档 2022年其实我想在整体整个世界 以至到金融世界 其实都经历了很多很大的变化 从我们上一集讲到河污战争 开始讲起去到年尾 中国整个国策 就是防疫国策的改变等等 其实全部每一件事都影响着世界 特别是金融世界社会格局的 那么2023年 其实大家会有什么是 哇 以前我们未想到的 但是2023年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会发生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的事情 不会是1月1号才突然间 他着个掣 就像我们现在着机做事了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不是做了一些回顾的 但是我觉得回顾都有一两个位置 我之后再做多些功课呢 那么我发觉很有趣 第一个就是我走去看今年 美股十大升幅 那么其实 这个exercise本身是没什么意义的 纯粹出于好奇心的就是 啊 究竟升得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发现十只里面有八只都跟石油天然气的运输是有关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只marginal的第九只呢 就是说那些专系服务的那些走去开油矿啊 开汽田那些员工的住宿服务 其实都还是有关的 那么很直觉的人想就是 哦 当然是因为今年因为那个欧乌战争 影响了能源市场 那么多了人突然间会有这个需求 但是我再细心一点看呢 其实都不是只是因为今年的事 而是你看到过去几年呢 我们经常说供应链的重组啊 其实供应链重组第一步 是能源那个供求的那个pattern改变 现在其实是有些地方 我看到就是他们说石油出口也好 那些液化天然气出口也好 那你就将那些东西放到船上了 那船就出海了是不是 我是今年年中听到一个新闻 我才突然间发觉原来市场是这么运作的 那些这样的运游轮 或者是运液化天然气那些船呢 他们可以是离开了港口 然后才去想一下去哪里的 就是他们不是说一早就知道 好了 我离开北海油田 我现在去哪里可能是不知道的 原来是去到半路中途 为什么我会留意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今年年中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有一堆这些船突然间要在大海之中 是转去第二个地方 那就是因为他们原来在 燃气或者石油市场 其实是他们很多人就做这些实货的套凳 这个都跟那个供应链重组很有关系 因为你想想一下以前我们想的就是 他们很固定地 俄罗斯卖石油去 卖天然气去欧洲和中国大陆 但是原来现在其实你说 可以供应到燃气和石油的地方 其实比我们想象之中多 需求其实现在也都不只是中国的 很多地方都要来 印度其实需求都很大 你看到这个供应链转变 就是第一个移动的就是能源市场 所以你问我接近几年 其实我觉得那个供应链重组 大家可能只是想着 哦 以后不是Made in China 那些货物是Made in India 但是我们如果再想一下 在生产之前的那一步 原材料啊 能源啊 然后我们再想 因为这个转变 其实可能你又会带动 因为金融的需要 你是影响到其实是那个国际 那个货币市场 可能他们的其实的需求也都不同了 其实很多人没有留意到 我们只是以为人民币是一个 就是搞着国际化的市场 其实我想说印度劳报 其实今年也是一个相对 挺有趣的货币来的 因为一来其实挺硬正的 第二来就是其实印度劳报 也有个劳报区的 那些什么东西 尼泊尔啊 那些在他周边的国家 其实是和他有联系汇率的 刚刚今年我们不是说 就是斯里兰卡有财政危机 巴基斯坦有财政危机 其实都是在这个区里面 你看到那个中国和印度 之间那个竞争是很明显的 我刚刚应该早两天 看到Bloomberg有篇评论 那有些人说中国 就是印度是不是下一个中国 我反而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 就是印度那些人说我们不是下一个中国 我们厉害很多 就是已经是 就是你问我接下来的那些大趋势大宇言 我就这样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一样东西 就是印度的真是 将会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日子 会多了很多活动 你看到其实是 就是底那一阵已经是发生着 尤其是这个COVID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timely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今年给我的反省 和我看未来 我会这样看 Simon 我观察挺有趣的 就是今年能源股的界别做得好 我想这个大家都会略知一疑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 一些做运输 或者帮他们做一些周边支持的公司 原来才是 那个升幅最大 而不是真的转油的公司 原来做得最好 是很神奇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很直觉 就是只看能源 我们就看供应 就是大家只看沙地阿拉伯 看俄罗斯 看油组国家 但是其实 不仅是他们在地上泵一些东西 你泵完之后 你还要练油 你还要运输 其实运输和练油 就是这个中油的范畴 才是最敏感的 对公导也是 那今年就看得很明显 那阿西文就看好一些 印度相关经济的一些产业 那Joseph呢 Joseph有没有 我补充一点 因为刚才阿西文说到那些混油 我想起今年年头有个影像 就是刚刚好战争爆发 那时候全球都开始 那些能源紧张 不论是石油、天气 那时候曾经都有很多消息 说到那些混油轮 或者是液化天气的油轮 就全部是 要停泊在一些主要港口外面 就没办法 运送这些天气、能源 那当时都构成了一个挺有趣的现象 但是如果看回能源价格 我们看到其实由3月开始 其实那个能源价格 都是一个比较持续回落的趋势 如果大家最近 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其实入油都发现到 其实那个 汽油的跌幅 都挺显著的 更加说就是那个天气价格 天气价格 其实由好战争爆发以来 如果大家看回12月相关的数据 其实那个所谓的Dutch 那个天气价格 虽然现在天气很冷 大家知道美加的天气是反常地冷 理论上那个暖气需求都大 但是就看到其实是 在那个能源价格上 跌幅比较显著一些 似乎都暗示了一些 未来就是那个 2023年经济衰退 那个部分 开始出现 都影响到能源价格的走势 那这里我想说 其实都相关就是 那个全球晶片的 那个状况 因为今年年头我们也看到 其实因为工业链的问题 晶片 其实在全球都是一个短缺现象 但是去到年尾 大家开始发现 就是那个晶片库存 似乎是远超过我们的预期 在说几家大厂 比如是美光那些 他们也在说 他们那个库存 已经去到十年新高 其实似乎 这个都反映了 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 不少经济现象都反映了 就是2023年 不单单是美国 可能是全球 都有一个比较 複杂的经济状况 可能是出现一个 比较深度衰退 所以就算我们在说 一些晶片需要应用到很多 譬如是车 甚至是洗衣机 手机 都是需要用到晶片 但是这个似乎反映了 就是晶片的需求 是跌幅都比较快一些 那这个过去可能我们 习惯了一些现象 譬如二手车价格是过高 或者是一些晶片短缺的情况 在2023年 因为那个经济衰退 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反省 这个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也会影响到 我们在科技股方面 那个看法是怎样的呢 大家看到 其实相关于晶片股的股价 也都在高位那里回落不少 我想除了有关晶片股 都是大家说的几只 龙头之外 我想晶片和能源 其实都有一个相关的特征 就是它是拿来做其他东西的 就是一粒晶片 它自己是 就是一粒晶片 就买一粒晶片给你 你用不了的 但是其实我们生活里面 很多很多东西 车 刚才说到冰箱 各种东西 其实都会有晶片 电话等等 都会有晶片的存在 那当我做车的发现 不是啊 我明年可能 大家看到特斯拉 是不是都减车 那不需要再生产 那么多的汽车的时候 我就会少了晶片 那其实这些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些数字 那某个程度上 也都反映了 我相信2023年的经济状况 至少在厂商那部分 生产商那部分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 可能大家都 已经慢慢地 哦我们 不要清掉一些旧货 我们不要再 那麽多东西出来 可能他们就已经是这样看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2023年的状况 还有晶片这个行业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给那些政府的说法 令到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很厉害 就是哇晶片就是 一定是要自主研发 但是其实你看一下实际情况 晶片行业其实是很难做 因为它是很capital intensive 然后那个marginal的 那个revenue是很鬼死低的 就是其实他们那个利润是很微薄 那那些人说为什么一个利润很微薄 因为其实根本你前期 因为资本投入了之后 后面生产的成本就不高了 变了其实你几间床 斗价斗得很离谱 你由以前远古的年代 Intel对AMD那个日子 都现在其实你看到的 就是晶片业呢 其实是一个很volatile的市场 唯独是因为中间有几年 有某个国家不知为什么 硬是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其实明明去街买也行 硬是要自己生产 那就令到市场突然间有个不尋常的泡沫 这个不尋常的泡沫 就是前几年 大家在说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的泡沫在爆破 你问我 但是 现在来到处都开Fab 你可以看到晶片业 曾经大家吹到折瓜五大条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泡沫已经在爆破 没有饭 我想其实也有点和疫情有些关系 因为疫情的时候 你自不现大家留在家多了 我们今天可能会用的很多数码 Google Meet等等 其实都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用的 以前我直接去见面 去握手 大家都是习惯 旧那种相处模式 但是今天的商业运作不同了 可能我们就要用多很多 data center 去帮我们 去令到世界能够运作到 在疫情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 疫情总会过去的 就是我们去到2023年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地方 是还在说疫情的 基本上 其他地方就已经完全不同一回事了 这样的时候 其实 在2021或2022年 我们去估计晶片的需求 可能又会不同了 我们那时候看过世界不是这样的 可能说 以后的办公室不再重要了 但是现在可能不是了 大家都慢慢 都由自家办公室变回 还要上班了 是不是? 那你自不然 你网上开会也少了一点 那你其实 一环一环 我觉得是由整体的需求 我想经济的大环境 前景大家未必看得那么好 至其一 第二就是 实际上 那个社会运作的状况 和一两年前 都真的有个很明显的分别 到台积电 都补充一点点 其实它现在开始 就说量产的3厘米 就是 技术的先进 就是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看它的股价 就像沙迷那样说 就是 真的开始有些泡沫爆破迹象 就是由高位回落 由七十多美金 现在跌到五百多美金 也都开始 因为它需要搬遷一些厂房 去美国 都听闻有些报道说 就是一些台湾的工程师 就要由 决定是不是在台湾 要移居去美国 就继续他们的那个新的崗位 那都 这方面的变化都挺有趣 但是 其实如果全球的晶片业来看 其实开始减产和一个财源的情况 的确是运游在发生着 好像Badjo刚才说 其实是在暗示着一些先进的行业 就是我们叫做一些indigating的 领先的行业 是开始出现一些迹象 就是反映到底 明年的美国经济 甚至全球经济 是不是开始比我们想象中 会更加有一个深度的衰退 那如果反过来 是这样的情况发生之下 大家又会怎么看 就是美国联储局的息口走势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说 到底是不是 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第一季应该说 那息口再加多一次两次 那息口就见顶 甚至是不是有机会 反而因为经济衰退 那息口可能有机会 会回落呢 Joseph 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算是极少数 认为这个息口 见了顶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就是 今年告诉我 一件事就是 加息和打击通胀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应该是没有效 第一件事 没有效之余 也不是真的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就是很多人就尝试 很过分地解读 哦 其实他们不是看CPI的 他们是看PCE的 你不要利用你什么方法去量度 基本上用任何量度方法 都解释不了联储局在做一些事情的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 真的你在公开市场运作 就是那个OMO里面 是反映你要加息你就加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根本 市场对短钱的需求 联储局的责任就是 总之市场有人要借美金 一定借到 但是那个rate是多少 其实它都不是完全控制得了 所以呢 如果今年或者过去几年发生的事 突然间出现逆转 你包括欧乎的战争也好 包括中国的状况也好 那你的hypothesis就没有了 那你当然会回头了 所以其实就是刚才你说的 你看到的 俄罗斯的战争 其实由10月底 11月开始已经出现逆转 那你不要只说俄罗斯 你中国现在其实 这一次现在发生的事情 不像逆转呢 我觉得是 这三年来最大的转变 你现在突然间 大家无所释从 如果中国和俄罗斯 也有这样的转变的话 为什么美国的货币政策 是会像大家想着 有个剧本 跟着去走 其实是不会的 所以我觉得 我都很大胆地说 过去这几个月来 大家对2023年 美国的货币政策 任何预测错的机会 大家说 去到5厘25至5厘5厘5厘 可能不到这个位置 到就 到就你聰明了 但是之后 他说什么 维持一段时间高息 我肯定巴威尔自己都不知道 究竟真的会怎么发生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要假设 最安全的就是不要假设 来近的日子 是什么一定是会高息 一定是什么 其实那个息口 我想现在的市场 已经反映了 大家所有意知的事情 你唯一就是有些事情 你不知道 例如刚才你说 会不会出现衰退 我记得有一句名言 如果是有个特殊状况 要政府做一件事的话 我想他们就会令到特殊状况出现 我不知道最终会有些什么 是触发到 他们那个短钱 是需要减息 去增加供应 但是一旦有这个需要 可以是 通常都是因为某一些金融机构出事 但是问题 现在感觉上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茶坡会爆煲 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 但是我有点不同意Simon的说法 因为 我觉得经济体的强弱 其实是一个相对 世界经济 中国就在衰退 比较高的水平 不论是就业市场 真的有些科技企业裁员 但是实际上 大家看看新领事业救济金等等 各种东西 或者飞龙数字 又不像是真的差 那问题就来了 联储局就是看着自己的数据 照计他就不会看着自己的盟友 或者是世界的数据 就是你中国的经济好不好 老实说 我就是要看着我现在的数据就是这样 我有一个通胀的预期在 我亦都 经济状况似乎 都还可以承受得到 我去维持一个息口 可能真的不会到五厘二半 五厘五 就是你说的平均5.4那些 太夸张了 但是现在市场买入5.1 我估计是会到的 我估计会到的 那会不会维持到年底呢 其实我想我和Simon主要的分别 就是在于 会不会又再转回一个 比较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 现在的市场 的确是全世界都跟着联储局的 那个说法的 我想就是 我们今年也看来会维持在 加到五厘一 就是可能五厘到五厘二半的时候 就会停 但是会在那个幅度那里 会维持一段相当的时间 我想这一派是会多些的 我都比较相信是 最主要是 但是我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 美国似乎有比较大的承受能力 起码今天 因为我看不到有那个 就是三人的说法 就是 你要有东西先爆煲 但是我哪一烦 美国会爆煲呢? 我看不到 反而你其他国家 可能真的有些问题 就是你在欧洲 或者在英国 以至到中国等等 其实各自都有自己 看到显然而见的问题 你说他们会爆煲呢? 今天我看到一些端泥在里面 但是美国 今天 你不要走着 摊开数字 哪个位置 会在2023年那里 所谓一个爆煲引致到 我们的货币政策 要重新去定调一个方向 我就暂时见不到这个位置 其实都不是说 今年等它爆煲 年年都等它爆煲 但是 你如果看回 很神奇 现在 我用S&P500做个指标 那S&P500呢 其实如果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在COVID之後 曾经有三几个月就很惨淡 那之后就开始 那一个新的泡沫周期 但是这个就去到今年又回落了 那这个又越过高山 又越过谷的过程 由2020年COVID 开始到现在 我想我们今天其实都不只是回顾 2022年 我们是回顾整个COVID 作为一个周期这样去说 其实现在还高过 我刚才说2020年的2月底 但是它现在还是高一成多 有多的 就是说你如果那时候 它在COVID 堕崖之后 或者堕崖之前 你买了 你忘记了自己买了股票 放在那裡 你现在开了仓 你还发觉 咦?我都还在赚钱的 我周围听那些人说虧钱 原来我都还在赚钱 就是 美国的资产市场 是硬朗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不过 我想说就是 如果我看S&P500 你最顶着顶头的几只股票 你的苹果啊 Tesla啊 Meta啊 Facebook 其实那些全部都已经回落了很多 所有科技界的 今年其实加上 其中一个很多人讲的话题 就是 那帮有钱佬不见了多少钱 但是 他们不见了多少钱 都可以 还是很死有钱的 那一刻才得人害怕 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观察到就是 你例如好像Google 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Google 开始没有了以前那种优势 如果有玩过OpenAI那些东西 那些人个个都有一个感觉就是 Google可以做到的东西 现在很多人是免费很便宜的做给你 苹果其实今年都开始我看到有些 跟以前很不同的地方 例如 未来一期可能 苹果的product launch每年是最重要的 今年可能会delay 2023年可能会直接skip了一个generation的product 很多人就賴供应或賴生产 其实我反而觉得demand都是一个issue 就是iPhone14这一个generation 其实就是说就很好卖 说苹果现在overtake了android 但是你看到其实 如果你真的实际看它 因为我们一向不只是看absolute的数字 你都要看 真是那个product renewal cycle 其实是长了的 由以前够胆死一年给你出一只 去到后期 我记得曾经是周期是26个月加到30个月 现在可能是30个月plus的 那些人换机的时间 那你见到其实这些对他们全部都有影响 所以你看一下刚才S&P500 佔比重最多的那些公司 其实每个都各自有影忧 所以他们还是站得这么硬 我不是说他们不值 但我只是说 其实背后都真的 那些都是因为没有选择 而出现大家 唯有把资金放在他们那里 但是这个是有点不太稳定 就是你问我 就是这种状况 我不知道维持到多久 但是不稳定不稳定都说了这么久 但是他们最可能就是哪怕有这种所谓破坏性创造 都是破坏他们几个而已 其实是好事来的 就是我很乐于见到Apple失去了它的领先地位 很乐于见到Google失去了它的领先地位 因为代表有些更好的东西出来了 那这个是好事来的其实 如果不是每个股票都这么贵 那你买来干什么 你当然是买一些新兴的后来居上的 那这种精神我觉得大家要继续维持 所以我们需要来看一些市场的 就是最近回顾 其实今年发生了金融市场的大事 刚才大家都说过一些 包括S&P 特别是科技股的回落 以Mata 为首 就是其实股值 大家知道跌了的跌幅是相当显著的 然后其实其他 其实美国的债市也是中间时间 就是落荡的很重要 所以那个十年长债 两年长债的资金率 就去到40.5到40.6 那接着 再發生的就是今個秋季英國的退休基金幾乎爆破 因為所有的Mending Budget 再最近就是FTX 其實都不是最近 其實年中的時候那些加密貨幣已經下降了 到FTX再下降又是再觸發這些加密貨幣再跌 到最近最近就是日本央行 突然間就是擾亂了它那個所謂貨幣政策 突然間好像要加息那樣 其實背後這些全部反映就是 我們以往講的那個Free Money 其實完全都已經結束了 我們不會再看到這些量寬時代 遺留下來的一些對金融市場資產市場的好處 現在一旦收縮其實我們看到前面一步一步 就好像Simon說的 無論是科技股或者是其他資產市場 那個泡沫就其實開始逐步開始爆破 這個其實都是反映到2022年我們其中一個特徵 也都會蔓延到2023年 這個我最後我想再講一講 另一個預測就是到底2023年香港的市場是怎樣的 這個題目其實早兩個星期我們都提過 當時我自己覺得就是 其實很寄望就是大陸通關 其實有機會令到香港的經濟 這個節目是資產市場甚至經濟 都有一天希望可以炒氣一下 從那個谷底那裏就有些反彈 但是當時我想不到就是 就是大陸會這麼明目張膽去隱瞞它那個疫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就是一個Exit Wave 就基本上就是大感染 大爆發其實大家都經歷過這個過程 可能是三個月是六個月 就是中間是有些失法 但是失法過這段時間之後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個比較明顯的復甦 但是似乎內地的選擇就是 就是它將這個大爆發和Exit Wave 就同樣一起發生了 於是其實幾乎大家就完全不懂得去評估 加上它公佈的那個疫情數字 基本上就是其實 無論是專家號 甚至其他各個政府號 根本都掌握不了你自己內地的疫情變化 那你要制定應對的時候 就唯有好像日本的岸田文豪那樣說 因為我掌握不了你的疫情 我就唯有要求你來的人 就有個檢疫 有個核酸檢查 那這個就是我完全沒有想過 他們去到這個地步 但是現在很糟的是 香港政府就要跟內地完全通關 就幾乎完全沒有阻隔了 那到底對香港那個影響會怎樣呢 那似乎短期內的確可能 香港會跟內地一樣 就在出外的時候會面對一輪的外國的檢疫 或者是一些封閉 那這個會不會中間有些擾亂供應演 或者對香港的出口有影響 可能會 那對樓市的影響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今年以來香港樓市 我記得我今年年中 我就沒有連頭做到預測這麼厲害了 我記得我年中開始說 香港樓市開始會加快調整 那相信今年跌兩成 可能都 今明兩年可能跌兩成 那個機會是有的 那現在turnout回來呢 就全年跌幅計 說的是15%左右 那已經是14年來最大的跌幅了 大家已經說2008年了 不過開始我看到有些地產代理就說 我們開始通關 其實香港樓市很可能好像2008年之後 2009年了 因為我們有經濟增長 2009年的樓市其實是升了一成三成 那會不會在2023年我們出現這個現象呢 那會不會樓市會有個布布式的反彈呢 那大家怎麼看呢 我覺得可能會是短期有個小陽春會出現的 的確是 開始看到樓市的反應是有些成交開始回來 在谷底那裡似乎摸底的 但是過了第一季的小陽春之後 會不會繼續可以持續到這個樓市的復甦 好像2009年那樣 我們可以反彈到一個兩三成的升幅呢 這個我就有點嚴密了 可能樓市是 就是 我想 就是我們經歷過幾個週期了 就是97爆了之後 大家說沒有的了 但是 但是中間有一段日子 你還是要整顧一下 要消化一下之前那個泡沫 最後期那些 不合理的現象 那你例如香港 雖然你說現在慢慢邁向就是 一個家庭只有一兩個人 但是你都不會去到那一百幾十尺 放到那一張床就算了吧 就是連廚房都沒有 是不是真是 合理的呢 我想 有些 樓盤 是需要一段日子去消化 那麼香港唯一的最大好處就是 至少到今天都沒有爛尾樓這件事 就是 我覺得只要一個市場沒有出現爛尾樓 它最終呢 那個資產市場都會回來的 你在香港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哪怕樓市經常有冰河時期的 但是每次冰河時期 最終之後都會有些人回來 香港的樓市都是這樣 但是 中間要有一個 我覺得要有一個整固期 可能真的要有三幾年 所以你說接下來是不是會 報復式井噴式的升 我覺得未必是 反而你看到股市 真的從10月開始 那個這麼明顯的反彈 又是告訴我們 今年是過去了的 其實今年在10月底已經完了 只不過你都要有些時間 就包括那些防疫控制 俄羅斯戰爭 你都要給半年它們走去混亂一下 所以2023我真的不是覺得 就是香港會太差 尤其是如果一個不小心 好像剛才所說的 我們以前也有壞消息當好消息炒 你說美國因為經濟衰退 聯儲局如果真的又鬆手一點了 可能都不用去到減息 有一次加少了 你這幫人都已經會開香檳 所以我2023如果給我看香港 我反而看股市 因為股市流動性夠大 還有現在你說 其實香港股市也是一樣 現在就回到COVID前那個位 剛剛是COVID前那個位 兩萬點 剛剛就是那個位 所以我覺得 今年如果有什麼值得留意一下 我覺得太多香港 講開股票的以前的朋友 終於可以重操故業了 不用在那裡講定期存款那麼可憐 但是如果你說回樓市 因為樓市始終 的需求很重要 其實很重要的 因為樓是真的有那個 和股票有一個不同的 股票你不買 不會死的 賺少錢而已 但是樓總要有遮瑕 這個就是根本性的分別 樓市 在香港樓市的大環境 我想我2022年中 我都講了我的觀察 就是 首先人口結構不同了 香港在過去 三四五十年 都是人口不停地增加 即使在97政權移交之後 人口也是增加了 他單程症也好 他人口會一年增加 多了人就自然對住屋多了需求 這是一個梗谷 是不是 但是不是 我們發現原來2019年之後 人口是開始有外流 而這些外流的人口的結構 很多時候還是一些所謂中生代 或者年輕一代 他們是未來的一個 對於住屋是有需求的一群人 而那群人走了 那群人走了 那群人走了 那我家在香港沒有用 除非我拿來投資而已 如果我真的沒有一個實際的住屋需求 究竟我那個需求是哪一道創造呢 新香港人行不行 新香港人 他一年三萬幾個在大灣區下來 三萬幾個可能是底數而已 之後 他說我超額完成 今年有十萬個在大灣區畢業的年輕人來香港 那些人就不會睡街 這個也有可能的 但是第一 我想我們實際上的數字還沒看到 第二是 老實說 現在走得出來的 我當來香港也是走得出來的 那些人有些背景的 他還是第一手選擇香港 為什麼 如果我家底有些錢或者有些勢力的 我真的送到子女走的 或者送到我下一代走的 他為什麼還要選擇香港 香港很安全嗎 又不是很安全 我被人抄家又會繼續被人抄家 不是的 問題是他們不可以把子女送到外面 這期不准讓他們出去 要做裸官 就算在英美有事情 你也不敢讓人知道 那你最好就是 把孩子放在香港 然後說 他沒有 都還在 那你在香港好些 還是你在廣州好些 就是你剛才說的 他還沒有威風到可以送兒子 去中央做大官 是不是 去中央做大官的不是幾多個 中國真的是權貴家庭 你數起來就是 那二千多個中央委員的圈人 但是你還有各省各市 都有些大粒子 你浙江有個有錢少少的 你說送那些子女去英美就不行了 澳洲就不行了 真的只剩下香港 這三萬多 香港好像聚在了 就是中國大陸 第二陣最有錢的那些人 最有影響力的 十萬個中國人 他們的家庭 全佈落在香港 就嚇死你了 我覺得這件事我們很快是嚴重 這件事我們很快是嚴重 到時候因為 它新的搶人才那個平台 現在它的要求其實很低 就是要求在全球一百七十大 強的大學裡面 就是有三至五年的工作經驗 其實已經不切名格 可以來香港拿居住權 其中內地的大學有四至六間 大家都數過 其實都有一批人是符合這個資格 就是之前說過二百五十萬 就不可以去大陸 總之你做了三至五年的工作 其實已經夠資格下來香港 好像三人這樣說 其實是有一批中間的人 我相信 就是這幾年他們有引救 其實有機會下來 就是試一試 都可能會是一個新的購買力 但是當然就是中國本身 是否容許這些人的資本 就是你香港想吸引他們 但是阿爺內地 是否容許放他們出來 又帶錢走 那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我想這件事情 1月9日我們就知道了 大概你過了一個月之後 看看他們來的數據 或者國行業有些消費數字等等出來 其實就很快知道究竟 那些人都還代口有些錢的 會不會是真的過來香港 因為其實你看回中國的疫情很嚴重 那大家就覺得1月8日 怕那批就覺得 喂會不會有私煞列車 一車一車一車 車下來香港 香港又變成好像逆浮一樣 那樣 但是有另一個範疇的 就是我都知道 那些地產業界朋友 就已經開始打電話 就是覺得是真的有一個小人樽在那裡 但是究竟開哪一邊呢 大家可能一月就會有一個分量 不過我想都要提醒一下 那麼多位聽眾 就是如果有一個可以的話 可能買一些退銷藥 因為都沒得搞的 你最後沒有一個藥物在那裡 你發燒那三四天就辛苦一些了 所以 因為香港的居住環境始終比較 避免 所以其實你一個人病 就差不多等於你全家都會病的了 所以就 你家庭人口三四天的退銷藥 這樣 那份量就可能旁一身就好些了 還有我想到最後就是 我覺得這個很broad的一個說法就是 對於未來其實大家很難 就是你預測到三個月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你一路要調整的 其實所有預測都是一路調整的 但是現在我們在2022年底可以看到的 我覺得最多都真的看了農曆新年已經很聰明了 就是過鬆些月 過鬆些月之後 我們就看一下市場最前線的人的feedback 就是你說 地產代理說 不是啊 就是之前可能炒開那些 現在又炒別的東西了 他們下來的那些 他們不hold那些小單位的 兩房以下都沒有興趣 又炒回 可能又買回大單位 原來三房以上才有需求 就是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每個週期都有自己的特性 那現在是週期的開始來的 我相信 所以大家 我覺得這個多給三幾個月 就不要怕等 就是很多時候那些人就硬是想著要摸底 其實你又不需要在底那裡撈的 真的萬五點叫你買港股那時候 那些就 那些就真的很聰明了 有多少人是夠膽死在那時候 那些叫 但是你去到現在 那些人就說 啊 升了那麼多還追 啊 所有我們的經歷都是 開始升 升了一輪 就不要怕吃虧 就不要怕執書 撐頭 就是很多人就說 我都錯過了 錯過了最前的十 就是可能十個百分之 然後你後面還有多遠你不知道的 是嗎 好吧 那我們今天又OT了很多 快樂的時間過得特別快 我們2023年 還會有很多機會 和各位聽眾一起去分享一下 一些金融界的一些不同的事件 和我們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節目 多謝各位 兩位拍檔 2023年祝兩位新年快樂 好 大家過一個愉快的2023年 拜拜 拜拜